对 这是我亲身的经历 就是我这样走出来以后 我就快乐 我本来有吃 就是后来就都 我小孩也很开心 抛开了药罐子的生活 还能够到老人中心 来服务其他的人 退休后的生活安排 真的很重要 老人服务中心的存在 让这么一群 需要不断学习的长者 越来越有活力 像我们明天又有课要上 明天有一个 防止跌倒的那些课 北市拥有其他县市 没有的服务资源 尤其老年人口数 已经突破56万人 银法族群 其实越老越需要动 大家一起看报纸 一起运动 即便没有血缘关系 却就像老朋友玩在一起 怎能不开心 全台湾只有在台北市 每一区都有社老人中心 那它里面的功能包含说 它除了一般的学习课程之外 它又加强了一些体能的活动 万华老人服务中心经过班前 移植到现在的地方 要上网能够上网 要健身就有器材 关键在预防失智 让长者们活得更有尊严 从健康怎么预防失智失能 到你真的不健康 或是你需要一些其他的帮忙 其实老人中心都可以协助 目前北市有13家老人服务中心 科技时代下的功能要与时俱进 乐活空间充满着阳光又正向的氛围 会所内三五好友们报名课程 成为画面中您所看到的这一群学员 每张脸庞散发出来的都是耀眼 散闪发亮 人间新闻张玉成 郑日宗 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充满拍摄